- 呃 大家好 我是DCG的打野 HANA - 大家好 我是DCG的上路 HANA B - 有 我們還測試過了 - 我還真沒用了 - 就真的只是看看就好 就跟星座一樣 - 我不信 感覺完全沒用 - 大家好 我是PSG的Maple - 大家好 我是PSG的WACO - 呃 那個測驗好像去年的時候有做過一次吧 - 我好像也有做過 - 題目越多應該越準吧 - 那種只有實體的就不會相信 - 半信半疑 - 大家好 我是J-TEAM商務Driver - 大家好 我是J-TEAM的輔助選手Ansel - 呃 沒有 - 我好像有在去年有做過一次 - OK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 - 據說你們性格的含著熱情 - 是有原則這個人 - 立他主義 - 這位別人好嗎 - 這時候非常的準確 - 真的只是看看就好 - 不準 沒有熱情 - 有啊 - 對英雄的朋友沒有熱情 - 你就有熱情 我覺得有 - 好像有耶 他都會那個當中介去幫大家辦那個健身房的會員 - 什麼啦 跟那個完全沒關 - 二對五個都過去了 - 玻璃心 - 喔 這沒有 - 內心封閉 - 呃 這有 - 過度的完美主義 - 這個我同意 - 這有嗎 - 有有有有 - 你有你有你有 - 會抗拒平反 - 這也沒有 - 我沒有那麼的 - 然後會習慣過度操勞 - 這也沒有 - 不覺得有耶 - 因為他一天只要睡四小時了有時候 - 只要有事情要做他就是真的可以留睡那種 - 總之他很強 - 我覺得五十五十 - 沒有特別準耶 - 對 這五十五十 - 沒有特別準 - 我是蟑螂 - 怎樣都可以 - 他隨意 - 而且你們非常的情緒化 - 沒有 我還蠻理性的 - 哼 - 這個應該要問認識我的了吧 - 像挖口 - 因為我也不知道 - 自己講自己的性格感覺 - 蠻符合的啊 - 就是比較 - 呃 - 自由嗎 - 比較喜歡自由 - 對 然後 - 但應該沒有到 - 不很情緒化 - 對 我覺得我還算蠻理性的 - 嗯 - 他說得對 - 毫無保留 - 而且在你 - 愛上八人面前 - 電競選手 - 談戀愛應該都算是遠距離吧 - 但我應該沒有到 - 毫無保留吧 - 但主動可能 - 可能有 - 算準 - 但 - 沒有到看得很重要 - 我不知道 - 我不想 - 我不想介入他的實生活 - 我 - 跪圈太亂了 - 我的實生活很正常 - 要參選喔 - 競選者就是要參選的意思嗎 - 應該還可以吧 - 應該 - 我應該還算是 - 算 - 蠻有熱情的 - 選手了 - 應該算好溝通的吧 - 應該 - 因為我脾氣挺好的 - 所以應該不容易 - 跟別人吵架 - 嗯 - 氣氛好的時候可以 - 但氣氛不好的時候 - 可能就不太會去做這些 - 但是 - 但是我不會是讓氣氛變糟的那個人 - 負責少白吃的那個啊 - 就是他有時候會突然來一句 - 讓我們很驚豔的話 - 然後我們全部人就在笑他 - 哇 - 太準了 - 應該不是有時候不好處理 - 應該是每次都很失控 - 很常失控 - 哪有 - 但我覺得這聽起來真的 - 對得上 - 滿對得上 - 就我認為是對的事情 - 如果是不確定的我就還好 - 但如果我認為是對的我也沒耐心 - 我覺得他反而會像是那種 - 散發一種正能量 - 你說到他會打氣幫別人加油 - 應該比較不會 - 但他會自己散發出一種 - 他就是自己的自信嘛 - 然後會影響到其他人的那種正能量 - 對 - SHINY - 對 - 有被影響到 - 百分之百 - 完全完全全正確 - 他就是 - 就連我第一次剛來Jay Team的時候 - 講話的就是車長嘛 - 那時候我們才剛認識 - 才剛認識兩個小時 - 然後就我們聊天的時間 - 比我們認識的時間還久了 - 這怎麼可能 - 只要講到他有興趣的話題之後 - 他一直想要跟你透露他 - 在那個領域上 - 喜歡什麼東西 - 喜歡什麼東西 - 然後他對那個領域是非常有興趣的 - 然後你就會感受到 - 其實蠻熱情的一個人 - 對啊 - 好像在你身上看不出來有這幾點 - 說實話 - 這個我覺得可以怕吃 - 至少我現在 - 跟你認識到現在這段時間 - 完全沒有看到 - 剛剛敘述的那幾點 - 這是我接觸到Lo之後 - 都沒在管 - 柏龍裡的性格呢 - 是屬於ISTP - 見賞家 - 我覺得壓力大版會讓我打不好 - 不準啊 - 我只聽到理性 - 我覺得我蠻理性的啊 - 對 理性有 - 我只同意了一點 - 其他我都不同意 - 可是我有邏輯 - 不是 沒邏輯 - 什麼啦 - 我挺樂觀的啊 - 樂觀嗎 - 樂觀吧 - 確實你挺樂觀的 - 但... - 樂觀 樂觀 - 自動自發嗎 - 這我也不同意 - 它有點太懶 - 我是藍多的人 - 它太懶了 - 負質 - 喔 - 中了 - 中了 - 對別人的情緒不明 - 喔 - 中了 - 容易對事物時決定 - 喔 有 - 我對英雄人的熱情很高了耶 - 那你還講為什麼啊 - 確實啊 - 你對遊戲中的隊友的熱情 - 確實熱情 - 機械溝通 - 有時候會出心負儀貌 - 沒有 我打算問 - 不可能 - 沒有出不可能 - 但應該九成都是很穩 - 喔 - 就...我其實不知道 - 因為他沒交過女朋友 - 你不會不交人 - 不理知情 - 因為他對英雄人有熱情啊 - 沒有...沒有... - 因為我手機裡有女朋友了吧 - 應該不需要她現實了 - 應該不需要她現實了 - 所以沒有一個準的 - 處理這不可能有 - 喔 處理問題當然有 - 一定會把問題處理掉 - 問題處理不要 - 就把出問題的人處理掉 - 問題處理不要 - 問題處理不要 - 一定會把出問題的人處理掉 - 有些應該算準吧 - 就... - 比較奔騷啊 - 不太喜歡 - 透露自己的想法之類的吧 - 比較捉摸不定吧 - 也不太喜歡太熱鬧的地方 - 沒有那麼喜歡社交很不熟的人 - 滑行 - 好準喔 - 變形 - 會換變形 - 有點準 - 這可能會變形小心點 - 什麼啦 - 跟變形有什麼關係啊 - 不會變形 - 只是冷淡 - 說實話 - 我不太喜歡就是 - 就是每天都一樣的感覺吧 - 可能不太適合交女朋友之類的 - 應該還好 - 還算蠻準的吧我覺得 - 不喜歡那個 - 一成不變的事嗎 - 你看他也不喜歡打排位 - 打排就很無聊 - 不喜歡跟那些 - 不優秀的人打排位 - 講得蠻好的啊 - 看情況吧 - 大多時候 - 如果沒有需要我參與的話 - 我就不太會去講了 - 我同意這個說法 - 這個說法我覺得很認同 - 因為我們 - 對就是說大家都很 - 受控制 - 大家最後都有共識 - 所以最後還行嗎 -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也算是那種 - 不喜歡局限在一個地方 - 可是當一個團隊 -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奇怪的想法的時候 - 就會需要有一個來統一這個想法吧 - 那我也是慢慢嘗試去做這個統一的那個想法 - 他蠻常去用心的東西吧 - 他我看他玩的東西玩蠻多的 - 他應該是那種 - 他覺得能玩的時候他就會玩 - 我覺得恩錯真的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 他不舒服他也不會跟你講 - 他就悶在心裡 - 就如果是遇到低潮的情況下 - 我覺得很喜歡就是 - 就很不想要再有任何人的地方 - 但也不是就是說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幹的 - 就像剛剛講的嘛 - 就一定會想要從思考裡面去想說 - 自己那裡可以做得更好 - 等自己整理好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 才會想要回到就是 - 所有的那個隊友的那個氛圍裡面 - 有人說確實有這個個性 - 他覺得團隊有問題的時候 - 他會直接站出來說 - 形態上的溝通上 - 如果其他人的氛圍是 - 營造出一種可能這個問題就放在這裡 - 然後沒有很想要積極的去解決的話 - 我會有點就是忍受不住 - 他會想站出來解決 - 對對對對 - 建設性喔 - 我感覺如果要用套用到遊戲來講的話 - 應該是有的 - 這樣會有點像是感覺型選手嗎 - 對我來說那都是GOG - 是這個對局該怎麼搭 - 該怎樣都怎樣 - 因為像我們團隊的時候 - 有時候就會出現一些 - 突然想到的一種營運方法 - 就覺得這時候好像可行耶 - 然後不然爛到笑 - 有時候就是要從失敗中學習嘛 - 就一定要的啊 - 我喜歡COLA的AD - 他很被動 - 我就是那種 - 如果有一個人領導的話 - 那我也可以給出一個很多很多想法 - 去給大家參考 - 那如果是要我領導的話 - 我就會變得會 - 給不出想法 - 有一點不太能那種突發奇想 - 你知道嗎 - 因為就是需要一個很穩定的一個計畫去執行 - 就是我們整隊感情都還不錯啊 - 我也覺得我們感情都不錯 - 肯定 - 因為東山跟火龍是同的類型 - 然後你們會覺得 - 你跟東山八字不合 - 我知道了 - 卻說果跟東山不合 - 但其實也不是合不合的問題 - 就只是打法不一樣 - 那就不合了 - 那也不會不合啊 - 反正總會有人要犧牲嘛對不對 - 私教嗎 - 我覺得太胖跟我不是最好 - 最好的人另有其人 - 對 是 - 665 - 665 - 私下最好的嗎 - 最好的嗎 - 是Nasty - 私下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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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有這種人格啊 只能當同事 不能當朋友 就私底下不會出去 這樣算不好嗎 那感覺只是興趣不同而已 私底下不會特別約出去 但是 那也沒道不合啊 共識沒什麼問題 不是說了嗎 我的人格 個性很好 都很好 都很不合 這是最爛的喔 就是可以的話 盡量不要在一起的意思 我覺得我們很棒啊 我覺得恩哲都是那種 不太有脾氣的人 所以 我想對他幹嘛 他都可以承受得住 我覺得有一種對 應該像是你講的一個怨打一個怨打的感覺 可是我反而在車場會是那種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很無害 然後我跟這個人相處 我就是為了要獲得他的正能量 我覺得要被他的正能量影響到 讓我自己也變得好險 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是你不喜歡的東西 或不喜歡的事情 我就會完全去避免 那剛好你也很樂意去分享 你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 剛好是我吸收他正能量最好的一個方式 你看他就很會替人著想 嗨 內向 準吧 所以你喜歡就是內向的人 雖然說內向 但其實只是熟的話就不會內向 跟不熟的人沒有打交道 檢討非常的熱烈 就是其實只是一個可能30秒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講30分鐘 那我們檢討會燒兩個人 我們下落不發炎 就雞肉飯 為什麼雞肉飯 雞肉飯已經不太有對了 對 需要665 之前是665 現在的話感覺沒有吧 一定是思考型啦 大家都會說自己是思考型啦 我才不信有人會說自己是情感性的 我感覺一半一半 反正我自己是重新的 有時候大家都是裝自己是思考型 對 有時候我就輕輕的 哭倒不至於 畢竟 哭的不是我 真的 哭的絕對不會是我 對沒有人會哭 對沒有人會哭 還沒人哭過 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好哭的 沒有什麼好哭的 Please Cut他 我感覺他跟我的那個電波非常好合 我猜是東三啦 我們中三就是一個摸子刻出來 誰也不讓誰 我覺得奧卡不像耶 沒有 因為 可能你們兩個全民二老 誰敢犯我 那你說什麼東西啊 不是啊 我們下落兩個新人啊 誰敢對那個 什麼全民二老 亂講話 猜不到啦 實對 你猜不到啦 跟我同隊了 DCG 應該是 我猜EAN 我們個性比較平穩 比較圓滑 沒有 我只是因為排除法 Refend絕對不會是那種類型的 我會真的講到別人會不爽那種 就是 點到為止 感到不爽 Refend可以啦 Refend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通電話 1 主人公 感覺是3欸 怎麼可能啊 他挑釘跟毛啊 蛤 就說了 小金哲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法官 老實話多投鐵固執 對啊法官也是啊 我說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啊 你怎麼都知道 我是博學多聞 先發加教練 先猜科技 我覺得一定有捐價 柯基一定有 還有一個 不喜歡下命令 喜歡照顧別人 我猜阿姿吧 柯基跟阿姿 柯基跟俊佳 太神了 嗯 因為 我也看過蠻多教練的嘛 然後柯基算是比較 沒有那麼嚴格 就是不會對選手太多規矩的 因為我剛來說我是完全不認識他 然後會覺得他比較陌生感比較重嘛 然後其實他熟的時候人還不錯 嗯 要厲害 因為他就 喜歡就是三不一時突然來一句啊 然後有時候跟他講一些事也是不屌不屌的啊 完了你跟火龍同一個人格 再測一次好不好 然後換個人格 沒有啦開個玩笑 開玩笑而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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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剪掉 這個剪掉 我覺得應該 偏外向 我覺得 偏內向 蛤 就是內向嗎 欸我華哥應該是1 只有打野是 只有打野跟他是1啊 小金魚 1 小金魚應該是1 小金魚應該算1 蠻活潑 應該吧 那也是I 那也還能是I喔 那也是I 這三個裡面有一個是表演者 不會是Mission Mission 不太像是表演者的感覺 他有點太內向了 然後無敵 有時候很內向 然後 有時候很外向 瑞斯特 機率比較高 因為他蠻常做出一些 讓大家跌破眼鏡的事 我覺得 我反而會是覺得無敵 我覺得應該是無敵 我才是無敵 我覺得無敵蠻會搞笑的 他也是搞笑怪 但是 反正我是投無敵一票 欸完全沒錯 我覺得瑞斯特 真的就是內向的人 完全感覺不到他是表演者的那個 但無敵感覺就是會是啦 君佳 我覺得我一定是蔡君佳 我一定是蔡君佳 我跟孫跟俊佳都沒有到那麼熟 跟空月反而是最熟 所以空月一定不肯 然後孫的話我覺得 我也是從 比賽的Metric 有聽到他的一些溝通 我覺得他也比較像是那種 願意指導 跟願意領導隊友的人 然後俊佳我反而會覺得他 因為我跟他交集 就在四五年前 還沒進入職業圈的時候 然後他就覺得他好像是一個 比較不愛說話的人 就比較內向啦 所以我也覺得 俊佳應該算是跟我一樣的人 我也投俊佳 他對了 華哥 Junglava 完全就是華哥 因為 凝聚人精這一點 很明顯 他蠻容易帶動的 而且我反而覺得 他是那種剛進來的時候 沒有特別明顯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只要相處到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特質是完全散發出來 我覺得是因為熟的 但是不容易提進點顏色點顏色 我完全覺得一模一樣 他只要是 有點在 照起來的時候 你跟他講完全沒有 他會用火的跟你 他會直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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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蠻好笑的 怎麼沒講 確實